省城,一家有名的西餐馆。 林凡刚到这里没多久,陈导就带着边际清水匆匆赶到了这里。 先是一阵寒暄,然后便直接进入主题。 林凡,我们现在有个学习的机会,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练习班? 说到这里,陈导有些兴奋。 能让他都感到兴奋的地方,这倒是引起了林凡兴趣。 没问题啊,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? 其实就是教导一些演技的,但是这个补习班非常出名,很多一线明星都是出自那里的。 显然,清水也有些激动。 哦,那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啊?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? 林凡又问。 是这样的。 陈导把具体的情况给林凡说了一遍。 是围期一个月的封闭式的训练。 虽然说是封闭式,不过就是上课的时候尽量不能和外界接触。 晚上的时间也只能待在训练基地,打电话倒是允许的。 但是听着这个时间安排,林凡也一愣。 这也太严苛了吧。 嗯,那有没有可能尽量不封闭。 不过我保证每节可都不错过。 林凡认真地问。 这把两人给难住了。 嗯,是这样的。 这个裴俊班非常贵,你们一个人一天八个小时,一小时是十五万。 这次代班的是陈导以前的演员,所以给你开了后门就没收钱了。 清水也是如实说。 上次两个广告,要是按照一线明星,那可是得一个多一。 可是林凡的身价一共才分了二十万。 所以,按照正常推算,林凡不会有很多钱,所以这两个人才这么决定。 林凡刚想说这小钱自己出得起,但是话到嘴边,他还是咽了下去。 现在这种感觉挺好啊,而且他可不想因为身份的原因,让别人对他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。 那,我跟家里商量一下吧,毕竟这个时间可不算短。 林凡对两人说。 行,这没问题,既然这样,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,不过一定要快一点啊。 陈导给林凡交代。 林凡想了一会儿又问。 陈导,为什么您这么看重我呢? 毕竟我只是一个处处茅庐的新人,您似乎没有必要这么对我。 听到林凡的疑问,陈导和编辑清水互相看了一眼。 哈哈,我之前的那一票演员啊,全都被方家给挖走了。 现在我虽然弄了一个广告公司,可是我也无时无刻不再等着重新复出啊。 清水赶紧接口,主要是看上了你的潜力,还有就是那种认真的劲儿,在劲通面前那种自如感。 还有就是,第一个广告啊,陈导过意刁难了你,不过你没有什么怨言,完成得非常好。 省城,林凡的别墅里。 刚刚林凡把这里的事儿给苏清柔说了一遍,原本和谐的空气瞬间变得充满了火药味。 什么?一个月?封闭式训练,这绝对不行。 苏清柔想都没想,直接拒绝了林凡,丝毫没有给他任何环口的余地。 我只是觉得这个提议不错,没有其他想法,你也考虑一下嘛。 林凡现在满头黑线,没想到苏清柔变脸变得这么快啊。 呸,你这个花心大萝卜,家里养了那么多,你还要画画肠子呀。 告诉你,这次我绝对不答应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林凡还想解释,可是苏清柔完全不理会他。 把林凡也气了个半死。 反正,我已经决定了,有事打电话给我。 两人现在是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算是杠上了。 林凡前脚刚离开公司,苏清柔二话不说,给手下拨了个电话。 给我查一查这个陈飞翔导演。 还有,最近省城有个什么演员陪训班,也给我查一查。 林凡这几天没有直接回别墅,而是一直住在外面的公寓里,和陈岛联系后办理了培训手续。 收拾好行李,就到了这个培训室了。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租了几套别墅,毕竟这么高昂的学费要是住在外面,那就有些掉价。 噱头还是得必须有的。 我去,这名车还真是不少啊。 林凡为了掩人耳目,开的是一辆二十多万的国产车。 可是,其他学员开的都是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豪车。 让林凡更加无语的是,有的人还居然带来了仆人, 而这些人的车辆多数是外省的,甚至还有两辆是花都的牌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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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些人。